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的爱不是要再说什么 天荒地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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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平时在家里会唱吗 会 家里人知道你唱歌其实是挺好听的 那时候家里人不怎么支持 因为他们说现在唱歌的人特别多 对 这行非常的艰难 每一个看《梦之声》的人 或者每一个爱听歌的人 都知道这行的确是非常的艰难 不过不了解 你已经站上了12强的舞台 在这里先恭喜一下你 也要跟爷爷说一声 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聊一聊你的比赛吧 你觉得你的比赛 第一场你唱的歌是什么 第一场是一首《难道》跟一首《唯宇歌》 第一场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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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没有 母语还是维语 是的 在平常都是讲维语 是的 来内地的机会多吗 就是你讲汉语的机会多吗 我来内地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内地 参加孟之声是你第一次来这边 第一次来内地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 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你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呢 就是最初就是想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 嗯 结果真 试一试就跑了出一样的地方 到旅游了是吧 就是出乎所料 出乎所料 刚开始的表现还不错 还可以 导师给你们的就是给你的评价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就是最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个评价 嗯最 呃就是韩红老师的评价 我觉得 呃他他就说我比较 嗯唱歌比较走心 唱歌比较走心 嗯那你自己是擅长什么风格的演唱呢 呃我平时呃很多风格我都喜欢 比方说唯语歌你喜欢吗 呃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民族乐 对对对 然后 或者是RMB你会喜欢吗 啊RMB 嗯 还有呃流行啊 流行啊 啊之类的 嗯 所以说在你的第二场比赛 你觉得那场比赛 你自己满意吗 就是在你的这个组合赛里面 呃组合赛 我 哦 我觉得组合赛里 我们四个人都呃表现出我们最擅长的一面 你的甜蜜 打动了我的心 谁让人家说甜蜜甜蜜 只是肤浅的东西 甜蜜甜蜜甜蜜 哦你的眼睛 是想說的心情 想說的心情 是我們當著閃明 閃明 信我所有的注意 不管是你在每個口 壞在每種口 我已經不想去思考 卻按摩都丟掉 你對我實在太偷懷 我給你全很好 如今我只能自己後悔 只能從今苦難 我只能把你的甜蜜 打動了我的心 雖然人家說甜蜜 甜蜜是不見的東西 你四個人都過了 是吧 是的 可是 最終 魯菲哥 他都沒有那麼順利 這個過程沒有那麼順利 對吧 四個人 你們四個人是感情都很好嗎 是的 從最初認識到組合之夜 到現在都非常好 對 可以再跟我描述一下當時的那個場景嗎 是老師說只有你一個人可以過還是四個人都可以過 當時唱完歌 然後 馮碧雲跟陸菲哥 先待定了 然後 輪到我跟小壹哥兩個人站在台上的時候 韓洪老師說我們兩人只能過一個 然後 就宣布了我過 我當時就非常納悶 為什麼不讓小壹哥過 然後 我有跟韓洪老師說我 就把 我不想過了 讓小壹哥過吧 結果不是 韓洪老師當時是開了個玩笑 就讓小壹哥也過了 就是因為你 我覺得你們兩個是關係特別的好嗎 是的 都是新疆人 他平常也是 無論我心情不好還是別的方面 我請教他都會非常認真的安慰我之類的 所以你們兩個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次兩個人能夠一起晉級也是非常的開心 是的 我覺得那次韓洪老師開了個玩笑 現在覺得挺刺激的 挺刺激的 挺有戲劇性的 假設想想你當時沒有講話 你的好朋友被淘汰的時候 你只是默默的流淚或者怎麼樣了 可能這個結果也不一樣 都不知道會怎麼樣 假設韓洪老師沒開那個玩笑 直接讓我們過的話 我覺得不比開了個玩笑那樣刺激 那樣開心 那時候真的特別激動 那時候特別激動 那時候特別激動 特別開心 因為你是一個有什麼情緒 我覺得就算是難過也好 都喜行不太於面的那種 就是你 但是那一場我可以看到你心裡的開心 對 你看一談到好朋友他又笑了 看他笑一次真的好難 每次都一起他的好朋友就好了 但是我要說的是 在三十進十二的比賽中 你們兩個竟然分到了一組 要PK掉 是的 你辛辛苦苦往回來的隊友 你們兩個站在一個牌子上 只能留一個 剛知道這個分組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當時就是有種苦笑不得 因為 無論我自己淘汰或者小一個淘汰 我都會很難過 所以當時就很納悶 當時很納悶 為什麼把我們倆分在一塊兒 是嗎 嗯 當知道比賽結果的時候 非常幸運你可以留在舞台上 我看到你當時還是不開心 當時好像是面無表情的吧 那顆你今天在想什麼 我就在 就是 有點傷心 有點難過 啊難過 現在提起來還是有點難過 就覺得 把自己的快樂 是 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 是啊 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 又是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沒有 其實我覺得 在音樂的面前 每個人都是公平的 嗯 他既然是你的好朋友 我覺得你可以 背負著他的夢想 兩個人的夢想 合在一起 一定會走得更遠 嗯 聊了這麼沉重的話題 我覺得 接下來 你的情緒不要受到干擾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你的軟肋 是嗎 嗯 你懂什麼叫軟肋 不知道 對 就是你比較揪心的一個點 啊 揪心的一個點 啊 是的 所以 接下來的比賽你自己有什麼設想嗎 比方說你我知道你這個喜歡的音樂的風格很多 有沒有想過說 哎 接下來我要唱這個風格的歌 或者我要多幾個風格的歌 哦 接下來我就想 哎 試試不同的風格 試試不同的話 也是想要突破一下自己 啊 是的 嗯 試試 嗯 把 試試自己喜歡的東西 跟之前都沒有 嘗試過的 嘗試過的連在一起 哎 這個倒是不錯啊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說你很喜歡R&B是嗎 是的 還喜歡韋雨歌 是的 能跟我們現場展示一下你的這兩種風格嗎 好 好 那看著這裡唱吧 呼 uh 也誰說你人心難猜千個人來愛 花開擋這只需再用 哦哦哦哦,精春最可愛 謝謝 RMD的風格我們看到了 接下來我很期待你的母語歌曲 嗯,好的 好,好,好 我觉得唯一歌曲就是突然间带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抑郁风情 跟你的就是你的两种曲风真的反差还蛮大的 我觉得对你就是你今后参加比赛的话 我觉得你来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那个目标你实现了吗 你的既定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我想把自己喜欢的跟我自己擅长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我倒是在组合之夜做过 所以说没有想过说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我一定要进前三名这样子吗 我从早到现在都是每次比赛都想的就是好好享受这次舞台 每次表现好把自己平常发挥 所以把自己的不要再无论淘汰后不要留下遗憾就可以了 不要留下遗憾 也没有想太多对不对 对 那么既然是舞台既然是比赛就一定会有竞争 在这个留下的十二强里如果让你挑一个你最不想碰到的对手 你觉得那个人会是谁 最不想碰到的对手 嗯 嗯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就是 那你最欣赏的一位选手是谁 最欣赏的当然是小语哥 我问的是你十二强里最欣赏的最欣赏的就是马七哥 马七哥是吗 不要回头看你暴露了 对你的品味跟我妈妈是一样的哦 对我觉得那所以说如果让你碰到跟他PK的话 哎呀 也会压力很大对吧 对呀 他是长将心啊 对哎呀 不怕了 你是小仙肉 对吧 你是小仙肉 还好 我觉得今天我看到的DDR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内敛 然后提到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有点难过 到最后的时候在开玩笑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开朗 嗯 我觉得相信现在应该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在默默的支持你了 嗯 如果有机会能够面对镜头跟他们说几句话的话 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正好我们今天有好的镜头 请你选一个说吧 就这个吧 嗯 谢谢大家能够支持我 嗯 我我一定会 每次比赛环节一定会努力正常发挥 不会让自己也不会让你们 很失望的 好的 嗯 你们的偶像刚刚说他会正常发挥 所以不能保证 会不会超常发挥 是这个意思吗 哈哈 就不会掉链子 嗯 不是不是 真的是非常随和的一个选手啊 非常的可爱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内地 其实有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个汉语还不太顺畅 啊 是的 我觉得我说的很多话 我语速也很快 没照过他 不好意思 然后有的可能也不太理解是吗 嗯 有些词我就不太明白 就只能全部靠猜 哈哈 全部靠猜是吗 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还是可以沟通的 对 也希望你在孟之声的舞台上 越走越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你背负着你经常提到的那个哥们的梦想 一路走下去 好 谢谢 嗯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Star到这里呢 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更多精彩视频 尽在乐视视频客户端 让我们下期次大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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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